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侯志勋 那今天已经到了年会的最后 大家已经听完了五场分享吧 精彩的分享 那我觉得我现在今天 就要跟大家谈谈 关于分享这件事情 以及它背后的力量 甚至它怎么影响我 做出许多的选择 到现在创办了恩赐方 大家这句话应该不陌生 皮特一直在讲 今天讲了好多遍 Idea was spreading 是TED的核心宗旨 是吧 可是这句话 其实在我当年高中初的时候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是觉得有点神圣的 什么叫神圣的呢 当时我看到TED Talk TED Talk的时候 它其实非常整理 大家可以知道 很多都是非常知名的人士 像Bill Gates 或者像很多知名的作家 甚至像台湾的 可能像林怀铭 或者算科魂哲 他们这算属于比较社会上 算精英分子 或是比较权威性的人士 甚至可以看我们台湾的教育 台湾的环境 台湾是儒家教育嘛 所以小时候 我们认为在台上的老师 也是蛮神圣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的时候看到 就会觉得说 好像分享这件事情 好像是我们不太能触及的 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状况 可是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在 这次我分享的18分钟里面 我想大家用一个全新的观点 去看分享这件事情 到底什么是分享 那我们该怎么做 去做分享这件事情 我们是跟他们参与的嘛 所以我重新定义了这个idea we're spreading is by everyone 我想跟大家讲说 今天分享的这件事情 是大家都来做的 而不是我们只是站在台上 我们去讲 你们只是听 我想是大家互相互动的 就像一开始的时候 贴的蛋浆 有给你们一个贴纸嘛 你们贴在身上 就说 可以别人跟你互相分享 跟你交换你的idea 刚真的有去跟别人互相分享 可以举个手吗 真的有跟别人聊天的哦 好你 光有点亮 好 这样大概十分之一嘛 所以我希望在我这18分钟之后 我希望不是十分之一 是十分之十的人都可以找到彼此 新的朋友多聊聊天 甚至可以自己下来跟我聊聊天 也是可以 如果今天没有办法跟我聊聊天的话 你可以网络上 Facebook找我去聊聊天 我都是很欢迎大家跟我聊聊天的 那我跟大家讲 这些东西很奇妙 为什么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给你们这个贴纸 是给你们一个媒介 我们还是不太敢去分享 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有时候很害怕分享 很害怕分享 分享这个东西 我们常常会有两大迷思 我们先来看这个是什么样的迷思好了 第一个迷思 叫对花时间和对自己没好处 什么叫花时间对我们没好处呢 在这个台上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做准备 可能刚刚前面五位讲的 则是像我一样 我们来到Tedus Talk 在做分享 我是没有任何的薪质的哦 我没有任何的钱 可是大家会觉得说 我们花一堆时间 在做分享这件事情 好像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好处 是吗 甚至是 你可能在做完笔记好了 老师上课 你可以做这个笔记 他来分享出去给同学 你真的让他 可能他只会考一百分 你考八十分 那你就觉得有好处嘛 所以大家有时候觉得说 我花很多时间做准备 做分享这件事情 可是我看不到任何好处 它是第一个迷思 第二个迷思是 我不是专家 所以我没有资格分享 大家觉得说 我好像还没有到一个地方 很厉害 到一个地方 没有到很权威性 我怕我分享之后怎么样 更厉害的人会打我脸 很痛 就是说 我好像被打了 然后就是 就是有点像失败 然后不太敢去做下一步的行动 又怎么样 很多人会看我 很多人会批评我 很多人会给我不同意见 我很害怕 受到别人的一些打击 可是对于这两个迷思 我们现在来打破这两个迷思一下好了 我认为花时间对自己没有好处 其实它的内在是 你的准备过程才是内化的 就像我们自己 像我在准备这个分享的过程中 一定花超过一百个小时 那这一百个小时你会发现 你自己在对分享这件事情 你重新看待它 你在做简报过程中 你是可以学习 你在不断跟自己对话 到底是我什么东西可以给大家的 我什么样新的想法可以给大家的 我可以怎么样把一个虚的概念 整理成一个系统性的东西 变成一个类别 跟大家分享 它是不断地把我自己知识 做内化的过程 所以你在做不断地准备的话 像你写笔记好了 你给同学了 可是谁是真的收获最多的 是做笔记的你 不是看的人 对吧 第二个 不是专家无法分享这件事情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 你想要成为专家 必须先去分享 没有一个人一出生 做一件事情 就一定是专家 他一定是透过分享之后 别人给他那种意见 一直打他脸 一直狂打他 他在不断地修正之中 才变成专家的 就像一个摄影师好了 一个摄影师很会拍照 他不是一开始拍照片 就超级厉害 他一定拍完照之后 跟大家分享说 我拍照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你觉得怎么样 可能给别人给来一些意见 别人给来一些新的观点 他才发现 我真的可以这样去修正 他透过分享 去热爱这件事情 他才可以慢慢变成 真的是这个领域的行家 所以你要去分享 你才可以变成专家 那我那时候发现 其实一开始我的想法是 我认为分享就像一种教导 我好像教大家 就是像老师一样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做事 应该做什么 可是我觉得分享并不是教导 分享是一种学习 它在分享过程中 我们不要一直把客群 当作我们的主要对象 把分享这件事情 看到自己身上 我们对自己来说 都是不断地在成长 所以如果分享 是一种学习的话 我觉得它是学习的最佳途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认为分享学习最佳途径 学习这件事情是每个人 都在这个路上的 不分性别 不分年龄 不分辐射 所以可以看 今天的分享者 可能有年纪比较大的前辈 或者像我们这种 比较年轻的大学生 或者有些刚刚的女性 所以这种东西 是不分任何的事情的 只要你有心就做得到 所以大家都应该来学习 不是说谁才可以分享 谁才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 跟大家讲讲话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这个理念 我创办了恩赐房 恩赐房就是一个台湾 第一个以学生为讲者的工作坊 那什么叫以学生为讲者 就是因为我们 去透过把技能系统化成工作坊 让大家可以 学生可以来这边 把自己的技能 不断变成工作坊的过程中 不断内化 让他的技能更上一层楼 甚至可以让更多的人 想要学这个技能的人 来这个地方 学到自己想要学的东西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模样 对 所以我们在做的就是 重新建立这个信任 打破这个分享的门槛 让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这个东西 分享自己所热情的东西 让大家可以体验 那我们现在再花这十八分钟 现在可能是要十分钟 我们来跟大家了解 分享的四个力量 让大家可以 如何透过这四个力量 开始真的去做分享 在这个会后 或是离开这个演讲庭之后 第一个力量就是 知识的缺口 分享这件事情会造成 知识的缺口被看到 而且你可以有方法 去把它补起来 什么意思 像我自己很喜欢在脸书上 发一些评论或是看法 或是我对自己一些社会现象的观点 像这篇是关于 不外注到底 存在了与否的一个 争议系的题目 那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我都讲我自己的观点 就是我觉得要废数不外注 我就绑巴巴巴巴一堆事情 大喊小子看不到没关系 我就不想让你们看到 因为你们要看我 OK吗 所以这东西在底下 我很多的网友 或是很多的自己朋友 就在底下开始回闻 那这时候你才发现说 原来我一开始想的是 A观点 我朋友看到B观点 甚至更多人看到C观点 而且提出很多资料往上补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还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因为你很多时候怎么样 人会忽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人只会知道 自己知道哪些事情 对吧 你通常不会知道 你通常不会知道 你不知道的东西 因为你就是不知道 对吧 所以我朋友今天 就在网友上讲过一句话 他说网友是一个 很奇妙的地方 他说你想要获得答案 很简单 你在网友上讲一个错的答案 就会有网友上去 打你的脸 那这时候你就会知道 那错 那有哪些东西是可以 让我更补足我的知识 我忽略到哪些事情 他还帮我补充 所以大家要怎么样 大家当个不要脸的人 经常去讲 让大家去帮你补充资料 让你这件事情更完整 满足你知识的缺口 你才可以不断地知识上升长 所以不要怕你讲错话 只怕你不讲话 对吧 第二个东西叫做旁观者效应 什么叫旁观者效应 很简单 你看书你哪里看书 会在家里看书吗 可能会有床就睡着 所以我们从来会哪里看书 我会去图书馆看书 为什么 因为我会盯着你看 你就会不太敢睡觉 你就会说我帮书馆看着我 那我就要 就算假装用功也要用功 但是至少看了一点东西 至少没有睡觉吧 所以举最好的例子就是 我自己朋友 就是叫Vid 他自己在线上开了一个 叫简报课程 他的过程之中 因为他跟他讲说 好 我要开个简报课程在线上 所以一堆人就关注他 一堆人在看他 他就说 你会开什么样的简报课程 我想要这个东西 我想要学这个 我想要学这个 所以他慢慢听到大家的声音了 他开始一直很紧张 就压力很大 可是压力到最后变成他的动力 他可以认真地把这个东西 做到最好 去呈现给他最好的模样 因为他知道很多人在看他 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件事做好 所以 旁观者相信就是 你再让更多人看到你 然后就让这件事情更好 像我自己也在网络上 开了线上课程 我开一个叫做 数位云装工具 是做生产力工具的教学 很多生产力工具 那我开完之后 虽然我把我自己的课程大纲打出来 可是之后就很多人关注 他就说 我还想要学关于 时间管理的部分 我想要学GTD 我想要学怎么样去跟我团队 去做云据的沟通 那我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 既然大家有这么多不同的声音 那我就更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我可能一开始 就做到百分之百 我自己认为的百分之百 可是我发现 我可以做120 130 140 我可以把自己的东西 更不断地炸出来 在网络上会有更多知识 把这件事情准备好 这叫做旁观者的效应 第三个 我这件事非常重要 叫分享这行动原动力 原动力来自哪里 来自你的伙伴 找寻伙伴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 我自己对伙伴或朋友的这个观点 我认为朋友是四个因素 组成而成的 哪四个 个性价值观目标跟金钱 可在大学生活中 我相信在场都是大学生 在大学生活中 其实金钱这方面 不会影响这么大 你出社会之后发现 金钱重心瞬间变超大 然后其他瞬间退后 所以大家在大学目前 我现在先把金钱省略掉 我先看三个 好 讲个问问看大家 大家先来思考一下 如果只有个性相同的朋友 是怎么样的朋友 个性是指外显个性 就是人的外显个性 是怎么样的朋友 给你稍微思考一下 你身边有没有 跟你很相同的朋友 其实个性相同的朋友 就是怎么样 会跟你一起出去玩 一起出去唱KTV 一起出去嗨 一起出去唱歌啊 跑趴 或是去夜市的朋友 为什么 因为个性相同的朋友 就是酒肉朋友 可以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人的外显个性相同 叫贪嗔吃鱼 娱乐 就是因为人是动物嘛 所以人动物的外型各性都差不多的 就想要去开心 想要去玩 想要很贪 然后会想要去做一个娱乐的事情 那价值观相同的朋友怎么样 什么人跟你聊天的时候 可以很聊得来 他听很懂你在讲什么 因为他知道你的价值观 所以他是你的心灵伙伴 对吧 那工作相 目标相同的朋友 就是工作伙伴 跟你目标相同嘛 所以多是有小女 工作的时候一定会找他 那我们现在来看你交集吧 个性跟价值观相同的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 他跟你出去玩 他跟你聊天 他就是你的知己 没错吧 那如果三个都相同呢 跟你会出去玩 又跟你试一下聊天 又可能跟你人生有一段目标的走 他就是你的人生伴侣 是吧 可是我觉得 其实这些分开来看都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重要是顺序 什么叫顺序 但我发现 我们大学生活中 很多个性相同的朋友 对不对 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很简单 手机滑一下 Facebook就马上可以找到人出去逛夜市 马上可以找到人去看KTV 可是如果你现在要找人说 我现在突然间好像想去 荷兰进凶 我想去修 关于艺术的东西 或是我想要学法文 或是我想要把摄影学好 你找得到你朋友去讲吗 你发现你找不到目标跟价值观的朋友 很少 个性东西很好聚集 人的外形东西很好聚集 人是动物 一下子要聚集起来了 可是这种人聚集很大的时候会怎么样 人多的怎么样 人多的讲垃圾话 他也发现 如果你去上KTV的时候 我突然跟旁边的朋友讲说 我最近好像学摄影 我以后要找网摄影院发展 你朋友就讲怎么样 快点唱歌啦 不要在那边不卡歌 这种概念吗 所以其实个性相同朋友聚在一起 就会讲垃圾话 所以我们要找的朋友 做分享的朋友怎么样 我们要先找价值观跟目标的 为什么 因为个性相同朋友 转换到个价值观跟目标 非常的难 那你可以想想看 跟你聊得来的心理伙伴 跟你有相同目标的朋友 可以跟你出去玩吗 通常都可以出去玩对吧 所以发现他转换率非常高 所以我们要找的朋友 一开始就是要先找怎么样 价值观跟目标相同的朋友 需要透过怎么样 透过分享 去找到目标跟价值观的长期伙伴 然后常常去跟别人分享 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你在意什么事情 去跟别人这样聚集在一起 找到你的长期伙伴 你自然可以找到你 真的人生的 发挥一起热情 一起闯荡的朋友们 最后一点叫散播热情 分享这种很重要的叫散播热情 因为你 透过找到伙伴之后 你发现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在这个时候你喜欢什么 你必须要去 让别人体验 因为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相信你一定想让更多人去体验到 就像恩赐方就办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坊 可能有简报的 可能有使用者经验的 可能有自我探索的 可能有小编的 就怎么样做社群经营的 我们都要向你学生讲 来这边怎么样 来分享他们的热情 他们认为他们这件事情 他们做得很开心 他们的使命 想让更多人去体验 所以我认为 分享有四个力量 就是我们 透过这小小的一段时间 我相信大家可以重新看待 分享这两个字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要一起去做分享这件事情 分享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特定的某些人可以做的 我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有这个力量 去达成这四件事情 所以我先看待一下 第一件事很简单 叫补足知识缺口 你不讲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忽略了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什么东西需要去补足 再来是你要让旁边的人去看着你 让你有压力 让你有动力地 让这件事情更好 再来你可以透过分享 去找到你价值观跟目标的伙伴 最后托我分享你散播热情 找到你自己使命感 让更多人去体验你所喜欢的事情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我们应该要让怎么样 我们要让分享成为一种全民运动 不要只是听着我们在台上 一直批哔啪一直讲一直讲 我们希望你可以起身起来 跟你左右旁边的朋友 如果旁边是你认识的话 请找后面的朋友 如果你出去了之后 你来拿东西吃的时候 你看前面人在等 不要不讲话嘛 跟他说哈喽 因为怎么样 这次的年会分享的主题叫做 洞西2.0 我们希望可以大家 多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目标 你自己的价值观 找你可以跟你一起洞西 开阔世界的朋友 谢谢